首先我们来看看谈论到经济的部分 经济的部分 目前美国总统拜登 正要大力的整顿经济 全世界都聚焦在美国财政部长叶伦 他会不会提升利率 紧缩一下宽松政策 然后让美国的通货膨胀可以怎么样的 可以维持到一定的地方 避免他发生什么 避免发生物价飞涨 让导致民间的经济各家恶化 就在这个问题老师概略的说一下 美国为什么要让通膨维持起来 而不是把它压抑 这里面有很多原因 其实不是一言两语可以讲清楚的 老师大概粗略的讲一下 他主要的概念是在于 必须把散发在民间的钱 透过适当的通膨 把物价稍微拉高上来一点 然后百姓花的钱就会比较多了 为什么因为物价涨了 对不对 那你物价涨花钱多了 那么账面上的消费额也会比较好 账面经济就会比较高一点 这个对百姓有没有好处呢 目前美国政府的打算 就是让美国百姓的花的钱多了 然后商家他收到的钱也多了 这是明目上收到的钱也多了 所以说商家他钱既然多了 就会雇用更多的百姓来上班 所以就业率也就提高了 就业率提高了 那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政府的税收也会增加了 政府的税收增加了 那么就会有更多的资金来还债了 那么也年代导致说后面他要进行大基建2.3兆美元 他的财富来源是在哪里呢 让百姓他能够有充分的就业率 然后他们有更多的钱去购买这些商品 让经济受到的刺激 然后接下来这些商业巨破 比如说亚马逊或是一些特定的大商家 他们过去是没有缴税的 你知道吗 是完全没有缴税的 所以是说他可以从这些大商家这些富豪身上去克征 高额的税款 来去取得这个大基础建设的 也称为大基建的资金来源 所以是说以目前美国财政部所放出来的消息 大多都是以这样的模式来进行资金的持续宽松 来让企业能够增加盈利 继而让下低效应提振美国的就业率 以美国目前的财政部长叶伦发出来的消息 就是在2023年之前 不会放弃量化宽松 并且维持低利率的状况 这个市场上普遍是不相信的 但是老师对他的一个做法其实还蛮相信的 为什么? 因为基础建设的时间 他不会是一两年可以做出来的 他必须要透过很好的调控 来控制经济的温度 这样他才能够完成他的大基建 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是 事情是不是会如同剧本一样进展的这么顺利? 这就是关键了 这是现在是美国基础市场 以及财政学者就非常怀疑 真的能够那么顺利吗?为什么? 因为刚刚谈到的就是属于良性的通膨 也就是说百姓会透过这样的模式 让通膨提升2%之后乖乖的配合 然后美国经济就可以获得良好的复苏 但是市场跟专家担心的事情 如果不这么顺利 会不会一不小心你弄巧成拙了? 如果是这样 无论是哪一个结果 比如说是停滞性的通膨 你涨归涨我不买可以吧 或者是恶性的通膨 他不是只有涨2%而是涨了20% 那怎么办呢? 无论哪一个结果都不会是良性的 那么美国的经济可能就会一蹶不振 面临雪崩式的崩溃 但是这真的有发生的机会吗? 再老师稍微说一下 什么是停滞性通膨? 他这个是其来有志的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所提供的 这个停滞性通膨的主因 第一点是什么? 经济产能被负面的供给震荡而减少 然后石油价格上涨 生产成本上升以及利润减少 导致财货的价格上升 同时经济又因此而放缓 那么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因为不当的经济政策 例如美国的中央银行 容许货币的供给过度成长 也就是过度宽松了 政府在财货市场跟劳动力市场 做出了过多的管制 就是说你干涉过多了 这都可能会造成停滞性通膨 但是这些学说主要是因为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 所爆发的石油危机 所引发的美国在分析1970年的停滞性通膨的时候 提供的这种解说 首先是什么? 首先是石油暴涨 导致了中央银行使用过度刺激的货币政策 来对抗的经济衰退 就大傻币 但面对这个问题 美国现在其实是今非昔比的 为什么? 因为当年美国是石油的最大进口国 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他摇身一变成为石油的供给国 所以这个问题会比较能够受到美国本身的供应量的控制 例如什么 美国补贴国内生产用油的价格 比如说你原来你可能是 可能是多少?2块美金或1块美金 那现在给你补助一半 对不对 反正油是我卖给你的 我们都自己的东西 所以说我就补助你一半 那你是不是用油成本降了一半 但之前能不能?之前是不行的 因为美国的油都是按照国际油价所进口的 那就不一样 你就不能补贴了 然后这个状况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现在可以避免这个问题的产生 那么其他成本的涨幅 主要现在美国用的方法 就是透过关税的手段来当做成本的调节器 部分的成本过高 我就降部分的关税 然后其他的部分不着急的 我就把你调高一点 藉此来做什么? 调整美国所需要的原物料的供应 所以在基础理论上 美国要再一次经历到 面临到过去一样理由的停滞性通膨 基本上是比较不会的 而美国现在面对的新冠疫情 有很多人开始觉醒了 要进行储蓄的习惯 但是不是全民 这是大部分是在亚裔 或是已经到中老年的年龄的状况之下 他们有一些危机的意识 但是年轻的一代 就从他们半趴的状况一解封 从广化业业生个状况来看 这个是很难避免的 也不会去做好什么储蓄的规划 因为美国太多有娱乐 party或是一些用品 所以说不至于陷入停滞性的通膨 而刚刚讲到的关税 一开始是特朗普想要去使用的 问题是希望能够避免美国的贸易逆差 影响到美国的经济 但是有人说你现在是拜什么特规 穿规然后拜谁 其实不一定是这样 只是拜登手上拿到这个武器 他可以用来做其他的事情 他用途的本意可能就跟特朗普 原来你只是要跟中国拼个鱼石网破 可能就不一样了 他的用途是来调控国内的原物料的成本 或是他所需求的成本 到底他高跟低他能不能掌握 例如说什么 美国对中国克制的高额的关税 但是他绝对不会对稀土产生高额的关税 为什么 因为他需要 他需要能够多就多 只怕你中国不卖 因为中国有总量管制 每年出口的总量管制 没有给你挖耳机跟白菜一样 直接运出去往外卖 是没有的 他是有总量管制的 所以是说这个部分美国不克征关税 关税现在在美国政府手上 他是一项武器 是可以做来调节用的一个调节器而已 那么有没有另外一个可能是发生恶性通膨的 在经济学上面 恶性通膨 他是一个不能控制的通货膨胀 他是找什么呢 他是以物价在很快的上涨状况之下 使货币去失去了价值 这种恶性通膨胀比较会出现在什么时候 他其实比较会出现在战争前后 所造成的这个货币已经失去价值了 例如什么 这个是有例子 比如说什么 我们在中华民国的民国初年 对不对 日军侵华所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 以及我们伟大的中华民国 向后前进转进到台湾来的初期所延伸出来的通货膨胀 这些都是比较属于战争中比较不利的那一方 所造成的或的状况产生 这个是因为你已经打败仗了 所以说你发的货币当然就没有价值了 对不对 你都输了你拿什么来还钱了 货币背后跟着的就是国力 你有国力你才有货币的价值 所以说美元有美元的价值 欧元有欧元的价值 人民币有人民币的价值 俄罗斯卢布有卢布的价值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拳头大 你有拳头 不然就是还有什么 还有那个金 要够多的黄金之类等等的 你才能够说我的货币是值钱的 很多人跟老师辩驳说 现在已经没有金本位置了 是名义上都没有金本位置了 对不对 因为美国透过很多主导世界的货币改革 的确没有金本位置的 但你看美国有没有黄金储备 一样的意思 为什么代表老子我有这个实力 这个台面上说没有 但是现实上它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 好吗 那么从现在美国来看 他其实只要不跟中国打起来 发生热兵器战 他的货币就可以保有一定的价值的存在 为什么跟中国打起来美国经济会出事 你美国以前跟苏联打越打越有钱 对不对 那为什么现在跟中国打就会出事 因为很现实的是 虽然美国的军队是非常强大 强大到可以甩中国好几条街 中国的朋友请你不要不服气 美国的军事力量绝对是可以碾压中国的 在于他的科技跟他的强度上是有这个实力的 但是如果要跟中国打仗 那么美国得做一件事情 他就得长途跋涉 而且长途跋涉也就算了 你开过来也没有太久的时间 几天就可以达到的事情 但是问题是 他必须还要同时建立起巨量的补给路线 才能够怎么样把军队送到中国的战场 但是以目前美国的国力 还没有足够去跟中国一样的一拼的军队 去把他送到中国战场上 光补给线大概就足够把美国现在的财政完全拖垮 因为美国已经在台高足了 只要没有其他战争 没有发生到战败的可能 基本上美元都有价值 但是如果他有战败的可能 那么就会出问题了 有人说这个过去美国也做过 比如说像对国内募集到什么 战争债券 对跟国内来募款 这有没有可能 当然也是可以 你有募到这些款建立起补给线 但是你也没有把握 可以在几千英里以外的地方把中国击败 应该是说 如果战场是在中国的沿海先展开 沿海我们说哪里 我说沿海先展开 美国目前的兵推都还没有战胜过 自己的兵推都没有办法像台湾一样 你说我这次打的超胜利的 有没有记得 台湾之前的兵推跟中共去打这个兵推 用中共使用无限量兵源 然后结果还兵败台湾 你看看这么美好的事情 美国都不敢讲 为什么 因为台湾国精比较强 还用强 必然的 是不是 所以说按照美国目前兵推 如果还没有胜过 那是输的是什么 输的不是美国的科技 而是中国源源不断的兵源 这个要讲些现实的数字 目前美国现役军人 现役的强壮的美国大兵 有多少人 目前公开的数据是有130多万大军 但后备还有几十万 除了保护美国本土 他必须要大量的兵源去保护美国本土之外 他还有在哪里世界各地驻扎的美军基地 还有准备去轰炸人家的一些准备 都要去维护 因为他们航空母舰 从来没有是说全部收回去的一天 而中国的人民解放军有多少人 以现在有公开资料的中国解放军 大概就有200万大军 他是世界第一 目前的中国的军队是全世界第一的人多 就人多 有没有比较强我不知道 后备军人还有多少 美国还有几十万的后备军人 在中国本土上的 现在还在名册里面的后备军人 像老师以前是后备军人 现在不是了 因为我老头发都白了 对不对 现在中国的后备军人还有185万的大军 185万 如果他要动用起后勤补给线 那么他至少还可以调动1000万的精壮 的共产党党员 党员你要听到党的调遣 这个也是跑不掉了 中国共产党现在的党员有1亿人 平均每11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共产党党员 我们假设一半都是老人 剩下的一半再一半都是农包 对不对 然后再辞掉一半贪官无理王八蛋 剩下来的人至少你有1000万人是精壮的 这些精壮人就可以建立补给线 不要求你打仗 但是你要建立补给线 那么这样打仗状况之下 美军如果要跟中国打仗 他是不可能把美军100多万的军队全部派过来 来跟中国拼个鱼死网破 这个比较难 所以说他能够派出30万 就足够让美国本土都有可能面临到国防的问题 因为我们还有俄罗斯在 对不对 这30万大军如果真的千里迢迢开来跟中国开战 去面对100多万的解放军 美国的精兵可以奔袭而来 但是解放军以意待劳 这场仗就是日本愿意联盟去跟美军一起参战 也几乎看不到圣机 这样子状况之下在历史上有没有 有 有没有胜利的机会是有 比如说谁蒙古人陈吉思汗率领的10万铁骑 远到了中原去打花拉子摩 陈吉思汗是赢的 但是他不是一战营 他足足打了三年到四年的时间 才把花拉子摩灭掉 而最重要的是花拉子摩本身没有备战 他就是让兵力全部分身在他的国土上面 所以说花拉子摩打败 历史学家有去讲过陈吉思汗的用兵 如果当时花拉子摩是把他的所有军队排到阿姆尔河 那个地方 基本上战败的一定是陈吉思汗 为什么一亿代劳就是这么样的强大 另外一个就是野狐岭之战 陈吉思汗的兵法一直以来都是被全世界所津津乐道的 野狐岭之战 陈吉思汗也是1比3的战力去赢别人 最重要原因是什么 因为金朝的军队派遣过来45万大军 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远道而来 陈吉思汗是以亿代劳 所以他已少其多 所以说我们从这个历史看来 美军要奔袭的状况真的是很难够获得胜利 这样打下来 美国假设如果他真的战败了 那么才有机会引起恶性的通货膨胀 因为战败国的货币从来都不会值钱 就各位相信也是认同的 那么美国所有的外债跟举债空间 就会一下子的被压缩到了极致 真的那时候就是真的是美元的末日了 所以美国政府是无论如何都只会跟中国进行外交战 贸易战或者是任何的一些很奇怪的谣言都可以出来 但是他绝对不会选择跟中国打热兵器战 就像过去跟苏联对阵一样 他们到最后都没有真正开打 为什么 因为你真的打下去 你一定是玉石俱焚 两个国家都有核武器 你打下去就全世界毁灭 就是只有这个结果没有其他结果了 但即便是总统愿意 现在美国的政治力量 也不会愿意让总统去跟中国开战 至少没有说绝对 至少50年之内中美之间几乎都没有兵刃相见的机会 代理人战争可能会有 但真的两个大国对战几乎可能性 几乎几乎 就为乎其为了 这个几乎为乎其为了 所以说我们的轮值体操会 他一直希望美国能够王者支持美国英 去什么 去光复解救中国苦难同胞 各位中国同胞 你们真太辛苦了 乍材吃不起 茶叶蛋也没见过 真是辛苦你们了 对不对 美国英到现在还有人跟我讲 老师美国英是推背图应验 所以一定是美国一定会去解放中国 这个想法是很好了 但是有点研究的至少这个是比较难的 但是你可以认为这个是你认为的事情 老师尊重你 因为事实上没有绝对 总是有可能的事情 好吗 所以目前美国的经济 基本上老师还是以正面的态度去看待美国 目前还是会继续当什么世界经济的火车头 这点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差别是在于过去的美国经济霸权 是建立在美国的资金杠杆操作 以及美国的经济的消费实力 因为他们会花钱提借消费 但是现在的美国 他是另外一种层面的可以为是霸权 是什么霸权 因为他负债实在太高了 除了第三世界 几乎没有人愿意美国的经济崩盘 因为只要美国经济的崩盘 美元霸权太快去结束了 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的话 那么其他国家手上的美元债券 美国债券 比如说日本 对不对 他们买多少美国公债 想都不用想太可怕了 日本几乎是美国卖什么 他就得买什么 对不对 没办法二战之后 他们就受到美国的钳制了 连广场协议都签了 你看日本能不能跟他们的新组织去反抗 但是办不到的事情 所以说美国现在再多不愁 也是美国经济命败之一 只要他大家跟他讲 你只要让我不倒 你们都有钱花 我倒了 大家一起死 大家当然就会维护他的利益了 这是一个利益导向 没有谁对 没有谁错 只要胜者为王 这个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事情 而拜登政府现在要进行的2.3兆的 扩大基建建设 这个目前是继小罗斯福总统之后 美国要一改 当时雷根总统所建立的小政府体系 要走回什么 大政府的态度 过去雷根总统 他就是用无为而无所不为 就是希望干预工商的越少 让工商自然自然的发展 尽量尽量的去做你们想做的事情 政府不多做干涉 放任经济学 这个当然有他的功效存在 也不能说没有 毕竟他还是他的功效在 这个无为而至 其实不能说是坏事 现在要走回这种大政府的状态 就是政府要强力的去建设 强力的去干涉很多地方的事物 那么这个状况 就会产生了很多种变化 目前要来进行这一连串的基础建设的 预算部分 以美国现在目前的政治氛围来看 众议院跟参议院 都是比较有通过的倾向 我们不能说他百分之百一定可以立刻拿到钱 立刻开始搞 这个基本上美国的政治都是 不是这样玩的 你不闹一下好像哪里怪怪的 除非你制裁别人 你在美国内部的 你说好就偏偏要说不好 这个是一个习惯 这是一个习惯 那么他现在如果要通过这个方案 来让美国进行了新一代的大建设时代 这个建设跟中国一样有助于怎么样 让美国国内的就业率的提升 百姓的生活安定度的高涨 但是问题在哪里 拜登政府真的能够做好这件事吗 这个是在我们要稍微聊一下的 为什么老师这么说 美国不同于中国的大基建 大基础建设 中国基建是什么呢 只要中央同意 而且下面来研究这个专案评估 做好都市计划 事实上中国的建设 是真的有请学术单位去做好都市建设 都市计划 这边怎么盖那边怎么去签 因为老师认识非常多贵客 很多贵客 他们就是负责这个基础建设的 很多省份都有 做久了什么客人都有 那么这个状况之下 他们只要做好专业评估 是计划OK 所有的搜集都安排好了 他一落实下去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雷厉风行 我们可以看到之前在去年这个时候的火神山跟雷神山 他们为什么在历春前要赶快盖好 当然跟武术是有关系的 一盖好之后 他的立刻所有的一些治疗活动 所有一些隔离政策都可以做很快 雷厉风行 美国现在你有没有相关的隔离医院 没有 当然是没有 为什么 因为地方不愿意配合 因为他要花钱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什么 中国该盖就会盖 该拿的回扣 有钱让大家赚 有工程大家包 中国就是这样 茅台在大家发财的时候 可以来当水喝 对不对 中国称为华子 对不对 可以当柴烧 但是基本上该建设的你也都落实了 百姓就去享受这些建设之后的红利 这之间有没有一些鸡鸣狗盗的事情 中国还缺贪官污吏 当然是不缺 还缺了那种一些坏蛋去逼良 逼良然后占人家房产 也不少 中国就是这么多黑的事情 有阳光上的就阳光下 这个从来不要去避讳他 而身为世界民主灯塔的美国 基础建设就不是这样 他不是你有钱有决心就可以是进行的 在这里老师要说一下 小罗斯副总统的美国大型基础建设 他包含了什么 当时是包含了他们的自己的政府建筑 机场、医院、学校、道路、桥梁跟水坝 都是在那个时候去准备兴建的 到1933年到1935年 这个在美国的公共工工程局 他们有33亿元 当时33亿元 那个是已经上个世纪70年、70、80年 现在2021 1935年已经几十年快100年前的事情了 85年前的事情了 他支出33亿美元给私人公司 来建设多少项工程计划 建设了34,599项工程计划 通过了法案 通过这些基础法案 就有25万项好像 其中有很多是大型的工程 许多当时因为经济大萧桥所失业的民众 藉由这个方案进入了政府资助的许多公共建设的计划 那些工程工作中 藉由这些比如说你要去植林 对不对 你要去这些种树 或者是一些水利工程 洪水 从这些工程之中获得了什么改善 然后得到了很多新的良田 这些给美国建设了很大的能量进去里面 所以说就像什么 其实当时小罗斯副总统的状况 有一点点像 不是全然像 有一点点像清朝的雍正皇帝的时代 给了美国兴盛莫大的基础的能量 然后因为他有这些建设 你就后面可以发展 有个基础就好发展 尤其当时在经济大萧桥之后 特别需要这种强大的政府盈利 而不是你自己一直玩那些货币政策 或是玩一些资金杠杆 他是货真价实的给你去卷起袖子拼命干 对不对 中国的那个墙上都有标语 对不对 卷起袖子拼命干 是不是 那么过去可以 现在不一定能 这个是有问题的 是因为为什么 是因为美国人才不够 也不会 为什么 美国人才就是多 但是美国政府没有钱吗 也不会 自己说我要多少钱 就有多少钱 对不对 点时都可以沉浸了 没毛病 但是最大原因是什么 是美国自己去限制了自己的发展 现在美国要做任何建设都需要经过什么 环品 环境评估 也就是请专家学者来评估 这个建设比如说建这条铁路 或是高速公路 或是这个桥梁 或是这个电网 我们要进行施工 对环境有没有影响 这个环品在过去 过去 他至少最快的时间 需要一年的时间 一年的叫最短 有些经过五年七年了 更改这无处的方案 提交出去之后 你还是被打枪 还是被打枪 就是你后来这环品通过了 他后面还有白宫的各种的一些 或是州政府各种印章 公务机关 公文旅行 你到了很多时候 这些建设到什么时候 到总统都换人了 有些病死的 就提早走了 有些是正常下台了 他都还没有跑完流程 这个美国的那个paperwork 真的是有时候是蛮可怕的 这个环境保护局是什么时候开始 这个环境保护局不是在小罗斯福总统时候开始的 他是在美国在1970年的时候所设立的 在这个环品局他一设立之后 你不要说搞什么大型建设 就是你是一般的建设都要通过这个环境评估 他的本意是好的 因为环境是要大家来守护 你不能肆意的去破坏一些原来栖息地的生态 或是种种一切的自然环境 这个想法是好的 老师不是说他环品不对 而是他有时候是不是有点过度 这个我们不能去评价 毕竟是人上人的对 众王之王的国度 他们就是他们的道理 但是基本上是做不得来的 所以是说在1970年之后 基本上历届总统他并不是真的不愿意去建设美国 而是你根本在你的任内你是做不了 做不了 你通过预设可能就要一年半载 后面通过环平再过一年半载 然后再通过其他的公务审核再来一个一年半载 总统一任才4年了 但你4年之内你不是一定会连任的 像我们特朗普总统、川普总统 他有没有连任?他没有连任 他的一些计划就算后来再好你也接不上 为什么?拜登不可能去延续特朗普的得政 对不对 就是说在这个状况之下想做你也做不了 而且在后面的以共和党为主的雷根经济学上面 放任经济 对他们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不要去干涉 比方德州人最怕干涉 对不对? 这些就导致他们的整个建设是非常牛步的 非常缓慢的 但是其实有个老师为什么之前讲之前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后面特朗普上台之后 这个环平他就大幅的缩短 你真的要走到每个州的时候 当然就还是会有阻力 因为每个州的州政府还是有没有配合也不知道 老师还是再做一次 美国总统是众王之王 但是每个州都是一个王 他们的权力才是最大的 每个州有不同的州法律 虽然都是基于美国的宪法之下 但是基本上中央的捐册到地方不一定管用 如果中央觉得我要建设这个东西 地方如果跟你州议会表决一下 No,我们觉得不行 那么又要重新协商你知道吗? 例如什么?老师举个例来说 例如这次的新冠疫情 拜登一上台颁布了口罩令 大家觉得立刻就发现一件事情什么呢? 疫苗即使还没打 在颁布口罩令这20天之后 他的染疫人数立刻腰斩 就是这么有效 但是一场大雪之后 转移一个焦点 开放100%的解禁 然后大家就趕快去捎口罩 表示对拜登的愤怒 我们不要被限制 我们要自由的呼吸 对不对? 所以是说就发生了很多的问题 代表是说地方的决策 你跟你的中央 你是不一定可以这样子下去的 除非你这个总统是共和党的 因为很多州是共和党的州长 那么你就算是真的发包下去了 基于资本主义的精神 他还是必须借由类似特朗普这样的财团 建商来做承包 进度的快慢 还有说有没有追加预算的问题 工会有没有办法配合 工会是在美国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欧美国家工会的力量是很大的 工人力量大 对不对? 但是讲这句话的中国 工人力量就没有很大了 是不是? 还有之间的各种州跟地方的一些 地域结构的欠缠 也不是一年两年可以解决的 加上美国地广人多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地广人多跟中国为什么不一样呢 他盖好之后 这些基础建设盖好之后 有没有足够的利用率 然后来让建设可以回本 这也是一大的挑战 比如说你要重新盖一个很好的地铁 或者铺一个很好的电网 政府出钱 但是用电的人没有这么多 你达成的用电的人没有这么多 怎么办? 那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说 虽然老师看好美国后面的后市发展 但是对于拜登的大基础建设 老师不大认为 在他任期之内 是有什么样可以做一个比较特别的状态 雷声一定是大 但是你雨点能不能下到地方 这个是必须要去长期观察上去 一个东西问题是很重要 是什么? 选举他是一个什么? 全民的选举是摧毁一个有能力领导者最好的武器 怎么说? 我要你下台 其实不需要很多理由 也不是你做的不好 单纯的就是想换人做看看而已 基本上像特朗普这样的 谁只要愿意出来跟特朗普对战 那么哪怕他是一只二哈 一只哈士奇 也都有可能会当选 只要动物可以参选的话 这个结果可能还是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我就是不想看到你 但是我不管你后面跟我说什么 你跟我讲什么 反正我也不相信了 那我就再把你换下来 这个就是一个选举上的非常有意趣的东西 所以美国现在遇到的问题 与其说是美国政府终于有一个人 愿意从过去的美梦中醒过来 知道美国的贸易逆差 以及政府的不作为是最可怕的问题 那么第一个醒来的是谁? 第一个醒来的不是拜登 其实是特朗普 川普总统 他敲醒了美国人 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不一样了 我们美国过去的美好那是过去 我们现在应该收紧拳头 把所有资源来灌溉好美国这个建设 但是他并没有这个能力 他已经知道这个事情 就像王莽一样 老师之前在2019年已经讲过这个专题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看过 特朗普跟王莽就很像 你存了好心 但是你做了坏事 你的想法很超前 但是你没有办法一步一脚印的把它做好 为什么 因为政治不是这样子玩的 就是差别就在这里 而现在怎么样 第二个是谁 第二个是拜登 拜登他必须手上捏着已经为数不多的筹码 很多都是筹码还是借来的 他说他已经没有筹码了 他筹码还是必须借来的 借筹码来力往狂澜 来重新建设美国的经济 而现在要值得怀疑的是 拜登他到底在美国历史上 会是类似中华文化下朝的少康 来做忠心呢 还是他会像明朝的万历 然后力挽狂澜而不能得 这个我们就要拭目以待了 好吗 来我们看看各位什么问题 你好 好吗